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七月国漫新翻有药 听到小佐老爹的话 林开盈盈感觉不妙 社长打包了两杯奶茶 就流之大吉了 留下楼主一人 对着烂摊子暗自成伤 小佐感到有些内疚 毕竟搞成这样 都是因他而起 他把一颗奶和香 放进了楼主的掌心 想依此抵仗 楼主大惊 你这家伙怎么还有啊 小佐解释 皇宫里有一大一小 如今大的烧了 小的这个制药也不够 据说这个价值连城 零钱不用找了 楼主说你当我傻啊 这独一份的东西放我这儿 怕是要给我引来杀身之祸的 来小雪收起来 那么现在开始算账 小佐被楼主算懵了 他可没这么多钱赔呢 没钱没钱没关系 那就肉肠吧 当然当保镖的那种 林开部署好手下 打算回武林盟复命 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中了毒 慢慢失去了意识 恍惚间有个姑娘朝他走了过来 皇宫里 皇上招来玉王和自己一同用膳 两个人虽亲为兄弟 但是贤妃总感觉到暗潮涌动 剑拔弩张 作为一个穿越来的人 贤妃亲自献切三文鱼 给玉王品尝 皇上顺势提出 不如举办一次宴会 让朝野百官一起品尝一下 这些真起玩意儿 回到玉王府 玉王秘密召见了一个 叫李克的穿越者 对于李克这个 在现代美术专业的大学生 玉王分分钟就要把他拖下去斩了 除非他可以做出一道杀人于无形的惨 就饶他一命 这让李克犯了难 贤妃这边和妹妹小雪 正在看江湖快报 看到报纸上有个俊朗的少年 是杀害听见帮夜帮助的凶手 看着他长得眉清目秀 还留着好看的卷毛 怎么都不像是杀人越货之人 他就是潇洒山庄 少庄主谢良 此时的他正在被武林盟追赶 然而他也已经不是他了 他被浑穿了 这一穿就要深陷血雨腥风 真是有够悲催的 谢良以为自己又要凉了 没想到从天而降一个人 名曰龙大侠 此人手持一柄大宝剑 身着一副黄金甲 双眸冷冽凌厉 周围一众人瞬间转为迷地 谢良看到从天而降的救兵 抱着龙大侠的大腿痛哭流涕 有了龙大侠做宝押送此人 武林盟一众小弟就此先回去复命了 听到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是杀人凶犯 谢良无法自证清白 一时气急攻心晕倒了 在醒来时看到龙大侠 又忍不住抱着他的大腿 哭出了鼻涕泡泡 谢良对龙大侠说起了当天事情的经过 他走到树林深处解决内疾 却忽然听见前方传来争执的声音 他好奇便上前一探究竟 叶帮主被三人团团围住 似乎已经受了重伤 于是他便出手帮忙 没想到刚过几招 暗处却飞来一把匕首 捅进了他的胸口 其实那一刻他已灵魂出窍 他是在天上看到接下来的一切 是副帮主和徐娟 理应外合杀了叶帮主 又抢走了旋理宝剑 后有栽赃陷害于他 只不过他们没料到 他还能活过来 灵魂出窍的那一刻 空中砸下一道光 他的魂魄又回归体内 也就是说 现在他谢良的身体里 有两副灵魂 所以看起来有点精分的样子 大家注意 怎么区分呢 谢良的卷毛翘起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现代人 就是那个动不动 就抱大腿哭出鼻涕泡泡的那个 头发落下去 就会变回玉树林峰 闻之冰冰的谢公子 而五灵魂这边 灵魂失踪多日 手下的人都来找楼主主持大局 而楼主一点也不愿意 蹚这趟浑水 但是这也由不得他了 被灵魂不暇和小左 硬生生给拖走了 欲往这边好像也不太平 他似乎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谢良能否洗脱冤屈 灵魂到底被带去哪里了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那淹死的弟弟 被毒杀的母妃 还有被谋害的治教好友 哪一个不是他欠我的血斩